你们有没有这种想法 就是 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看我写完门这么久了 我还没有自己的一首专属的歌曲 能不能就是专属的给我唱一首歌 然后把我想说的话放在歌里面 其他人刷礼物不要感谢 你就这样唱 怎么样 你们觉得这个环节怎么样 挺好的吧 没有吧 是不是 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是说咱们随便的找一个 醒目 有个叫醒目的 是这么说 醒目说就这样 接下来这首歌呢 送给醒目 就是录音之前 一二三 开始你们录音 视频也可以录音也可以 这首歌呢送给醒目 然后 他说的什么话 我就给他说出来 然后就给他唱 对不对 挺好的吧 有意义吧 你可以给自己弄一个专属歌曲 要钱不 不要钱 干啥呀 说的和我们就飞了 就冲着你的钱来一样 就给你们发个福利 给你们录个专属歌曲 啥子这样 那没有意义啊 不要钱 那也没意义啊 喜欢我的美貌 还是喜欢我唱歌 如果只是大将要 别来帮我 喜欢我的性格 请你关注我 每天腾出时间 我陪你一起过 我真心的希望 你能快乐 如果真的爱我 就送花给我 如果我是天使 就守护我 我是花牙主播 整天冷了呵呵 只要有我在 就不让你寂寞 我是花牙主播 有时也傻傻的 就算自己烦恼 也同不对你说 我是花牙主播 没有广告插播 设定完的听到 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是花牙主播 只管我能快乐 只要有你在 我绝不会停的 每天腾出时间 我陪你一起过 我真心的希望 你能快乐 如果真的爱我 就送花给我 如果我是天使 就守护我 我是美女主播 整天冷了呵呵 只要有我在 就不让你寂寞 我是美女主播 有时也傻傻的 就算自己烦恼 也同不对你说 我是美女主播 没有感到插播 设定完的频道 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是美女主播 折磨我的快乐 只要有你在 我绝不会停的 我是美女主播 我是美女主播 整天冷了呵呵呵 只要有我在 就不让你寂寞 我是美女主播 有时也傻傻的 就算自己烦恼 也同不对你说 我是美女主播 我是美女主播 没有广告插播 锁定我的频道 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是美女主播 只要有你在 我绝不会停了 谢谢我拿头闹 欢迎我们到三发了 欢迎欢迎 对一首非常好听的 美女主播送给你们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我 这不就是为我良心而做的曲子吗 我是美女主播 我觉得挺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对这首歌曲挺有意义的 你说上次的时候 去北京录的那个歌 你知道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吗 叫 大风来了浪一浪 真是的 这真的大风来了浪一浪 然后但是现在那歌名还没有定 他初步定的就是 大风来了浪一浪 我还行呢 好浪 前面前面前面还好 其实歌词写的还是蛮蛮 那个就是抒情的 抒情歌 没有说那种很低俗的歌 但是他主要是那个 大风来了 把那个草原 那个草丛 那个什么的一吹 不都和波浪一样了吗 就那个意思 嗯 哈哈哈哈 你们那天的时候 有没有看那个蜗牛的手机直播 有没有听到 我当时在里面录音唱的歌 说好的节奏呢 就地了 好听吗 你们觉得那首歌 那是一个那个 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 说第一首歌呢 咱们打算就合作一个 那就是 谢谢大家